大家好 我手上就有一颗芦荟 就是经过了砍头的 这里也给它简单的做了砍头的 为什么往中间给它砍掉呢 中间砍掉的目的就是让它在这个叶芽里 就是长出侧芽就可以了 这样它这个芹生是比较的快 比较的多的 接下来就是给它简单的栽种上盘 因为给它进行晾干了三天的时间 这些就是普通的一些土壤 就是通用型的土壤 里面有少量的一些花生壳 还有一些细合砂 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释放养分 比较慢的这种羊分 这种释放养分比较慢的羊分 里面所含的粗纤维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或者布板结布烧根肥效膏 可以放少量的浸气就可以了 给它进行混泡 用到一个适合的花盘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直接的黄花盘中间摘种进去 好了 这样就摘种完成了 这是750毫升的清水 这一瓶就是快速生根营养液 这种就是一些高纯度的生根营养液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没有根细 或者是一些刚栽种下期的一些花花草草类 给它进行使用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话使用一些高纯度的给它进行浇灌了 它就能够很快的生长浮盘了 低到四到五滴左右就可以了 给它进行摇晃均匀 直接浇过透就可以了 浇透完成之后就是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通风下期 让它慢慢的浮盆长根就可以了 干细度的话最好是长共在65%左右 这样的话它是有一个细度的 它就能够很快的生长 好了这样就给它完成了 完成之后就是刚才说了 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通风的位置 让它慢慢的浮盆长根就可以了 好了这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